最近中国大陆有多个地方发生了注射逼干疫苗后出现死亡的案例 已经有17个婴儿失去生命 引起民间恐慌 不过中共有关部门日前却联合通报 声称没有发现疫苗存在质量问题 把婴儿死亡归类为所谓的偶核 这个声明又再次激怒了疫苗受害者家属 他们决定要连夜赶往北京卫生部上访 天使失去了伪装 那一针扎进你肩膀 也扎进了我的胸膛 网友歌声唱出毒疫苗受害家庭的悲哀 去年12月中旬以来 中国湖南 广东 江苏 浙江 安徽 甘肃 四川 湖北等省份 将其发现婴儿注射疫苗后死亡事件 目前注射已干疫苗后死亡的婴儿已经达到17例 而设施的深圳康泰 天坛生物 大连汉信三家制造乙肝疫苗的厂家 今年元旦起停产 去年12月17号 深圳康泰出面否认婴儿因为施打疫苗死亡 说这些孩子的死亡源于偶核症 半个月后的1月3号 中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出联合通报 声称对康泰的乙肝疫苗进行了资料审核和检验 结果都符合规定 这些死亡婴儿与疫苗无关 深圳康泰将很快恢复生产 广西桂林公民范荣梅的儿子五个月 因为注射肿瘤疫苗后 引发全身性淋巴腺炎死亡 范荣梅一直坚持上访 他说他这次上访希望官方和媒体提供更多的关于疫苗接种方面的宣传 也希望有关部门在注射疫苗出现状况时 有相关机构出来救治 以免更多的悲剧发生 新唐亚太电视刘慧 肖宇采访报道